李亚鹏和王妃两个多月 离婚的原因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曾有传世音小三介入 但遭到两人的否认 日前 王妃已经搬离北京的家 据款买楼地居香港 有消息称 王妃在香港暗探谢停峰 疑似再续前缘 而恢复单身的李亚鹏也没闲着 近日 有媒体拍到李亚鹏与明妙林女子 在地下车库牵手和基吻 疑似结交新欢 之后两人回到该女子的公寓 共同度过了11个小时 其实在李亚鹏和王妃离婚后 不断传出一小三插足的消息 各家媒体更是搜罗到七位小三名单 包括夜店女 花店老板娘 云南妹 女编剧 富二代等等 但除了夜店女 花店老板娘与李亚鹏有合照外 并无其他证据和更多消息 王妃还在微博帮助李亚鹏澄亲 否认一位第三者离婚 现在 离婚已成既定事实 原因也不再重要 之后无论是吃回头草与旧爱复合 还是立命结婚喜结良缘 俩儿能够找到各自的归宿才是第一位的